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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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幻之当空 很远秀怀 舍无厘米 流程不改 怯怒怯怯怯怯狂哉 是人是鬼是阳关 不是心人有魔宅 教一生佛土 鬼头无安 鬼一人为世 生死不管 少得富士真佳解 尘延三句不分明难断 我要这铁帮随我 我要这变化过蜜珠 变化过蜜珠 大醉凌香 大醉凌香 大醉几劳 大醉几劳 是能显 终究难考 这一方 早已灰飞燕灯 灰飞燕灯 灭 灰飞燕 师傅 您是不是 已经知道了些什么 所以 才不肯棒小师弟的 生死布上 北丰印的秘密 你是风铃 好 为师心里有数 你就不要管了 师父 我怎么能不管呢 他是我的徒弟 您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 是什么吗 不 我们 我们整个北斗摇光洞的人 都被别人当棋子在下了 你居然 你说什么 北斗摇光洞的人 被人当作棋子在下 其实那个人 何尝不被为师 当作棋子在下呀 师父 我始终不明白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了 为师已经说过了 我要为苍生博一个未来 一个未来 一个由苍生自己掌握的未来 为苍生博一个未来 为师父 天道已生变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舍尽求援 只要我们在石师弟身上 再费点工夫 我们一定就能 不 这还不够 要彻底地破而后立 只有此法 彻底 破而后立 生死部一定被无极圣尊给封了 他已经找到了绝尔 可能把绝尔藏在了无极殿 先是对孟香师兄 杨岚和风铃下手 如今连绝尔的生死部也动了手脚 如此下去 不仅我没有生路 就连绝尔也有危险 师父又不帮我解生死部 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是到无极殿探个究竟 师弟切莫心急 如今你刚逃出天庭 此时的九天门必由重兵把守 贸然前去 恐怕有去无回 此事还许从长计议 我等不下去了 就算不行 我也要硬闯 不许去 如果我一定要去呢 我好不容易把你从天庭接回来 你要回去送死吗 而且你根本就不能确定 去而就在无极殿 如果不在你 就算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要试试 不许去 杨岚 无极殿我必须去 好 我得想个办法 悄无声息地进入九天门才行 若是要圣尊查局 他定会将去而转移 我堂堂兰山圣母 我堂堂兰山圣母 居然为了一个臭石头一再退让 我亲尽所有心思只为了帮你 等你回来 看我怎么跟你算账 趣儿就算转世或者复活了 也没什么灵力 感受不到 只好一个个招揽 来 天使 你在哪儿啊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啊 在找什么 你是在找这一叶生死簿吗 雀儿的生死簿 怎么会在你那里 生死簿自鸿蒙初开启 就存在于殷曹地府 由天道运化而成 是自然生成 会因异变不断修正 还会自愈 其中 这上面的每一张纸 哪怕是被撕下来一百次 只要自愈完成 便可恢复原装 其实你想看 可以直接来找我 即便是把她拿回去 也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必要 费尽心机来闯无极殿 你不想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你不想知道雀儿去哪儿的吗 你不想让老夫给你解开吗 生死簿果然是你疯的 把雀儿藏在哪里了 交出来 你真的不想看看 这生死簿上写的是什么吗 怎么会一片空白 你糊我 你以为 这上面 只有老夫的一个封印吗 什么意思 除了你的封印 还有其他封印 这也生死簿 是被特殊的两门秘诀 同时封印的 所以 这件事情 不是你想得那么简单 老夫早就告诉过你 只要你按照老夫给你指的路走 老夫就可以把雀儿还给你 和你所需要的一切 老夫已经为你 备好了一份礼物 以示真诚 你能不能这样 就算我料到的 快点 其他孩子 他要 ICU 你osta 老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发生什么事了 他是谁呀 雪儿 不错 老夫 要让他复活了 好 我 于是 菊儿 菊儿是你吗 我终于找到你了 菊儿 我是磐石 我是你救过的磐石 磐石 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过了这么久 你是不是已经修炼得到了 终于找到你了 菊儿 你不用担心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手吧 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 我永远不会再让你受伤 你让我见到菊儿 是要把他还给我 正是 那我要把他带回齐来山呢 当然可以 我让你们相见 就是希望你能把他带走 你有什么阴谋 有什么条件 没有条件 没条件 老夫说过 老夫会把菊儿还给你 就是老夫送给你的一件礼物 这也能展现我对你的一份诚意 所以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这是老夫为你做的第一件事 老夫知道你的最大心愿 就是创造一个妖的王国 只要你听老夫的话 按照老夫为你指的路走下去 老夫就能还你一个 妖先共存的世界 方才你也看到了 即便再有重重阻力干扰这件事 老夫还是清扫障碍排出万难 帮你复活了菊儿 可见老夫对你的诚意还有能力 老夫要做到的事情 就一定能够做到 你表示了你的诚意 所以我必须要按照你安排的来走 我要对抗天庭 才能保住你给我的一切 是不是 什么 老先生 您让磐石对抗天庭 是想让他去死吗 瞧瞧你这丫头说的 你以为老夫是什么人哪 老夫这么做 只不过是为了修复天道 我不会杀了你 也不会让他死的 至于你说的事 我想你应该仔细地考虑清楚了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相信你肯定是了然于雄 我们走 把菊儿还给你又如何 她将是埋在你身边最深 最有用的一粒妻子 当局这谜 当局这谜啊 就按新的策略布防 是 风铃 石头怎么样了 他 守护大人 大 大王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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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这可真漂亮 对啊 雀儿 老先生把雀儿还给了磐石 为什么他现在就把雀儿 还给磐石呢 他到底有何用意 难道他是要我 要我 大王 这位姑娘是雀儿 她就是我这一百多年以来 一直找的雀儿 她是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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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找回来了 她就是石头哥要找的雀儿 石头哥在地府都找疯了 找到也好 可是 石头哥把她带回来 是让她来管我们齐来山吗 那杨岚姐怎么办 光灵 你也在这儿啊 凤灵 你跟雀儿儿认识啊 我 我确实跟她在天庭 在无极殿相处过一段日子 凤灵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磐石 她真的特别厉害 特别聪明 之前她说想要修炼 结果真的修成了 她还说想要做最厉害的大王 结果也真的做到了 磐石 想不到你当初的梦想都实现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外妖店 你可以带我去逛逛吗 我想看看现在的齐来山 好 凤灵 我们一起去 不 我还有事 你们去吧 好吧 那我一会儿来找你 韩石 我们走 好 大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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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齐来山 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啊 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腰的国度 但是似乎也多了好多的规矩 虽然我更喜欢以前那种 自由自在的日子 不过我会尽快熟悉这里的 因为这些都是你努力做的改变 那怎么有块石碑啊 那是你的墓碑 是我为你而建的 我的墓碑 你用我的尸骨建了墓来祭奠我 潘石 如今我复活了 以后就不需要墓碑了 你再也不用自己面对那个冷冰冰的墓而伤心了 是 你回来了 有你在 这冷冰冰的墓碑也不该存在了 哎 上面还有字啊 老先生教过我十字 我看看你都刻了什么 齐来山 妖王 恩人之墓 潘石 你为我刻了齐来山妖王恩人之墓 你带我真好 没想到都过了这么久 你还记得对我的承诺 不仅将我的尸骨带回了齐来山 还帮我复活了 雀儿 你听我说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 这个石碑 这个石碑是我在很多年前刻的 当时我想起你的心愿 想起我对你的承诺 才刻下了这些字 其实我 我知道的 之前是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了 有许多想说的话来不及说 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来不及做 不过我现在回来了 以后我们还有好多的时间 可以慢慢变回以前的样子 雀儿 我那时 初到齐来山 被猛兽追捕 如若不是得到你的元首 彭可能已经死在这片森林 尸骨无存了 一直以来 我都对你心存感激 你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那时我只是想 报答对你的恩情 嗯 我明白 时间会模糊记忆 那时候我从无极殿醒来 也分不清楚自己对你的感情 只知道 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 我知道 说我们分离的时间太久了 让你有点不习惯我的回归 我也不太习惯这新的齐来山 不过没关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好好适应这里的 我也会努力成为你的好帮手 也罢 回来就好 只要你平安快乐 我就心满意足了 至于有些事 慢慢就会明白 嗯 有了雀儿 你眼里还能看得到谁 这百年的付出 你对我 依然这么的不在意 难道我们之间 真的就只是一纸之约吗 百年的相知相惜 到最后 就是一场梦 而我还这么在乎 真是可笑 颜兰姐 颜兰姐 颜兰姐你没事吧 我扶你回房间吧 爸 不用 可是 不用 无所谓了 不管压制多少年 病痛 还是会发作的 就像 她对缺儿的事情 不管旁人怎么缺 她还是一意孤行 但是 她会为了我的事情 这么不管不顾的吗 我真的 我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 她真的 一点都不在乎我 一点都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我跟她 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然而 历经的风风雨雨 沧桑变怀 到最后 看不到一点希望 或许痛 能够让我变得更加清醒吧 颜兰姐 其实潘氏她本意不是这样的 今天如果换成是你 她肯定会比现在更着急 我敢跟你保证 是啊 也许吧 可是我现在对她的心思 真的完全猜不透 我又何必 我就不应该抱有任何希望 杨兰姐 杨兰姐 我去找磐石 别去 看你的病已经不能再瞒着磐石了 不能去 这个时候告诉她做什么 让她同情我 怜悯我吗 我不要 杨兰姐 你怎么这么执拗呢 那你让我怎么办 我能去找谁呢 去告诉尤泉师父 杨兰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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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兰姐你醒一醒 杨兰姐 尤泉师父 你可算来了 我都快急死 杨兰姐 杨兰姐 你 你怎么也来了 凤灵 你不必帮杨兰忙我了 她得凭我早知道 来 给我 师兄 杨兰情况怎么样了 是 他 挺有本事的 那是 你不要不得了 我一人不得了 你不是 我已不得了 我说你不得了 是你的真缘受损 重责是你迷乱心智呀 行者到太乙金仙 心智迷乱非同小可 到时候非但你的性命堪忧 更可能发生回天灭地的大事 师弟啊 你真的要为他这么做吗 他为我承担那么多 该是时候我为他做些什么了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受苦 就算是死也要救他 师兄 我已经决定了 不管承担任何后果 绝不后悔 潘师 又全师叔 你们要用什么办法救杨岚姐啊 杨岚体内的病 已侵入了她的五脏六腑 如今之际 只得用另一个人的生命 以一股换血之法 换进杨岚体内的骨血 使其骨血再生 方能拯救杨岚 你要用你的骨血去救他 你确定 你要用那么凶险的一股换血之法 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他吗 是 又全师叔 用我的骨血 排斥可以我也可以 凤烈 你的不行 为什么 即便是师叔我的也不行 这一股换血之法 非得有太义金线强大的灵力 才有可能使杨岚的骨血重生 还要做到骨血兼容 此还需与她的心意相通这方可 否则 只会恶化她的病情 师兄 开始吧 侠乃云魂谱 风诗 画今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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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他 他若知道我用自己的骨血 为他疗伤 必不答应 所以还请二位 务必保密 父王 父王 你怎么了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 你先起来 你先起来 躺下 父王 你躺着 我帮你找大夫去 这黄山野岭的 上哪儿找大夫去 就算是跑遍整个山野 我也会把大夫给你找回来的 等着我 等着我 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我来到 这个陌生的地方 为什么要遇到这种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 谁 谁 你 好 在那 你 好 好 一個 五 五 六 一 你 刚才那个妖怪呢 哪里有妖怪啊 不对啊 方才我明明看到一个妖怪的 难道 难道我出现幻觉了 这方圆百里都没有人 你先回去吧 我帮你找大夫 你爹已经睡了 他没事 别担心了 来 谢谢你 不仅是这一次 以前也是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是跟你说过 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倔强 以前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手别乱动啊 你又在研究这个啊 虽然我也看不懂 但我知道 你一定不是普通人 而且你的朋友也很奇怪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月儿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哦 那个 我看你总是穿这一身衣服 所以我又给你做了一身新的 不用 我穿这身就可以了 我做都做了 你就试试嘛 做个不合适 我再拿去改 你学了好久才学会的 你怎么这么紧张这个发簪 这是谁的东西啊 他是我心爱女子之王 那他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不跟你在一起 他死了 死了 死了 他死了 他是为我而死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该问这个的 但在我心中 他永远活着 而我生生世世 都会守护着他 能被你所爱 又能为你而死 这个女子一定很幸福吧 是 是 元帅 温水和一元九转单 已经有一些没目了 温水确定来自天庭 一元九转单中 有一位毒血草 一查到三位持有的先家 剩下的还在调查 对了 是要去过地府查过生子墓 但目前不知道他要找什么 但他在生子殿里 像着了魔一样 找了一遍又一遍 看样子 他找的东西 对他非常重要 非龙将军 这些 老请你交给陛下 是 陛下 这是天和军的行军布阵图 既练别的资料 元帅特地嘱咐臣 一定要交给陛下 好 好好 这北臣元帅 当真是朕做起来了 朕就猜到 这北臣啊 一定不会让朕失望的 看这图画得如此仔细 北臣早有准备啊 果然是朕的北臣元帅 果然是天和军六十万阵亡士兵的北臣元帅啊 北龙 快将此图交与故京 进行参谋严宁 加强九天门战力 是 是 来 来 排斥 什么事啊 我去看过杨岚姐了 她身子好了很多 好转就好 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 那个雀儿的事情 我不是不想告诉你 我只是不知道 她就是你要找到那个雀儿 对不起啊 你怎么会知道那是雀儿呢 你更不会故意瞒我 我又怎么会怪你呢 你真的不怪我 我知道 有时候 我在对雀儿的事上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她曾为我付出了生命 上次去地府找生死部的时候 我竟然怀疑你就是雀儿转世 在这件事情上 我是太过执着了 以至于有些时候 我都陷入癫狂了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既然你已经找到了雀儿 以后 你还会跟老先生作对吗 会不会 既然找到了雀儿 之后的事情 我们再从长计议吧 我又不是没事找事 轻易涉险的 倒是你呀 别整天愁眉苦脸的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风铃 既然你已经解开了雀儿的心结 千万答应我 别再跟老先生作对了 大王 这是这几天齐来山需要处理的政务 请大王批阅 大哥 自从你逃出天庭后 天庭一直有攻打我齐来山之意 最近他们征兵练兵很频繁 看来是要攻打我们齐来山了 马上请物定真人 把日前研发的新火器 全部带到军舰上 全员戒备 随时应战 是 还有 把所有政务 都搬到这御书房 由我来处理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 别去打扰杨岚 她既然身体不好 我就更不希望她为此事忧心 是 是 潘石 大家都在呀 你们在聊什么呢 我们在谈正事呢 那你能不能教教我 我想帮你 这些事情啊 可让人头疼了 你呀 就清闲悠哉地过日子吧 别费心思在这些正事上 可我也是齐来山的一份子啊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再说了 我也想为齐来山出一份力嘛 以前我们一起杀过老虎 一起造过木筏 还一起躲避天兵的追杀 既然以前我都可以帮你 现在肯定可以的 潘石 你就教教我吗 之后我还要和你一起 打理齐来山呢 行 就让你见识见识这些 让人头疼的证悟 到时候可别拽你来帮忙 都拽不动了 我才不怕呢 只要能帮上你的忙 多大的困难我都不怕 好 来来来来 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学吧 好吧 你看 这个 这就写着第一 第一 第一是什么呢 你们说说啊 这雀儿回来寻的是什么样的心思啊 难说啊 这次情况我们还真没遇过 你们也看到了 大王在地府那个样子 找雀儿都找疯了 大王只是重情重义 她对雀儿肯定没有别的想法 但是那个雀儿是怎么想的 就不得而知了 在杨兰姐生病的这段时期 我们得想想办法 防止雀儿接近大王 杨兰姐平常对我们胸归胸 但齐来山没有她 早就已经垮了 我只支持杨兰姐 做咱们大王唯一的夫人 对 我也支持 虽然我们齐来山的妖众 认得只有圣母大人 但是这个雀儿确实非同常人 所谓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恐怕也没有那么好对付啊 我看此事 选 要是大王被金丝雀迷惑了 那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就兵剑 反正我只认杨兰姐 要不然我们先去探探大王 让他把这个金丝雀送走 看他是什么反应 不用去了 雀儿 去 去啊 你 去啊 你 整齐 你 跌遍前飞不过曾经沧海变桑田 我飞月上下无千年 仙剑与人间 我尽光生死轮流转 爱恨一线前 只愿抚蚀太迁 留不住三少年 回眸望一眼 悲欢离荷花余月 我屋檐庸草木面 心无天地陷 一双眼 红尘里分辨 四字与深陷 若是望我留恋 谁令我心光线 三生去一年 化为瞬间的火焰 三生去一年 化为瞬间的火焰